郭文貴議員 撤銷向感染人士 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A章發出隔離令的措施 這個措施將會在1月30日正式撤銷 我作出這個決定是考慮了以下的因素 第一 本地新冠疫苗接種率 第二劑和第三劑已經達到93%和84% 加上第五波疫情以來 大量市民因為感染而產生了免疫力 等同接種第三劑疫苗的有效接種率達到95% 第一 社會對新冠病毒的混合免疫屏障 已經十分牢固 第二 經過三年疫情和新冠病毒不斷演變 加上本地醫療系統防治能力的提升 以及有效的抗病毒藥物 病毒對本地的公共衛生風險已經明顯改變 並且減低 第三 和內地通關了十多日 沒有增加到疫情風險 疫情一直向低走 更加從最高位的差不多是三萬宗 一直回落到昨天的三千多宗 政府對新冠疫情的管理需要邁向新階段 新模式 由於病情多數輕微 對疫情的處理應該由政府一刀切強制 改為市民自行決定、自行負責 逐步建立新常態系統 將2019冠狀病毒病 作為其中一種上呼吸病的管理 政府是會在1月30日開始 取消感要人士的強制隔離安排 就不會再發出一個隔離令 改為向市民提出一個健康措施的建議 衛生署會由當日開始 不再向感染人士發出隔離令 令他們無需再在住所、醫院 或社區隔離設施進行隔離 所有人士由當日開始 如果自我檢測陽性 亦不需要再透過衛生防護中心的網上平台 去情報 對於感染人士 在檢測陽性之後的頭五天 我們建議他在時刻都應該佩戴著一些外科口罩 KF94口罩、KN95口罩 或者是N95的呼吸器 亦都在頭五天 應該盡量避免接觸一些高危的人士 或者與其他人士同桌的用線 如果沒有症狀的感染者 我們建議可以自由的外出和上班 但現時我們都希望保護一些年幼的群組 所以如果學生是檢測陽性 我們都建議他不要上學 直至到抗原測試陰性為止 我們建議一些有症狀的市民 應該盡量留在家裡避免外出 考慮到部分的感染人士 可能由於家居的環境比較迫劫 亦都希望入住隔離設施 減低傳播的疾病 給他家裡一些高危的人士 所以有關隔離設施的措施 我們會短期繼續運作 這個過渡安排 我們會只給香港居民使用 我們在這個30天開始 防護中心將會經我們的專題網頁 公布每一天的核酸陽性檢測的樣本數字 和死亡個案 取代現在每日的新聞公告